电解分离成酸性与碱性的两种水 在各行业界发挥神奇功能的系列报道 今年第二集将为您报道这两种水在医药界实际使用的情况 啊 香港脚 为香港脚烦腾的人可说是非常的多 在忙碌的紧张生活中呢 被白显菌之类的美菌缠上而久久难遇的就是香港脚了 可是现在有个只要泡水就能治好的方法了 只要泡水就能够治好香港脚你相信吗 我相信 不会有刺痛的感觉吗 完全没有 如果真的治好了我要去告诉其他得香港脚的人 这里是距离神户市有40分钟车程的协和医院 非常惊人的 香港脚烫伤 露窗等病 在这里完全只用水来治疗 只要刚开始没有受到感染 伤口很快就会痊愈的 现在呢 麻烦你把绷带卷上去 其机车受伤的伤缓 在这里只介绍15分钟净水治疗就算结束了 你本来以为这个是消毒药水吗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 可是刚才在二楼我才知道 是水龙头的水 请问你心里的感觉怎么样 老实说呢 我不大敢相信水能治伤 尽管放心好了 这些水具有非常卓越的杀菌效果 借着直流电来电解分离自来水 阴极部分呢 聚集碱性水 阳极部分呢 聚集酸性水 而我们目前所使用的酸性水呢 是酸碱值2.6以下的酸性水 就是这个强酸性酸性水 会把黴菌和其他细菌消灭 不过这个说法 同话还是很少有人会相信 因此我们采来借用全世界最新开发的 雷射彩色显微镜 找出证据给你看 成螺旋状激烈移动的 是与黴毒同手的螺旋菌 好了 现在我们加入酸性水看看 被水碰到的那瞬间 细菌全部静止了 造成香港角的白显菌跟螺旋菌 只能在酸碱值3到4的环境下生存 这时如果倒入酸碱值2.6的强酸性酸性水 病菌根本就不堪一击 除此之外 氧化还原电视 溶解氧溶解氯 溶解氯 也有辅助的功效 帮我打开 我把这里拉开 你倒上去 治疗这个病人 我们完全不使用消毒药水 只使用电解酸性水 用水治疗 用水治疗吗 是的 证客病患的同意之后 我们拍下了治疗入窗的实际情况 这个入窗非常严重 伸起骨头了 据说像这么严重的入窗 用水治疗比用药物治疗要痊愈得快 使用电解酸性水 肌肉跟皮肤组织的恢复速度比较快 比药物来得快多了 那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因为基于知道结果 我们惊人介绍 来到了明史医院访问 对于这个病人呢 我们不使用任何消毒药水或是软膏 也不给病人内服药 或做什么电极的治疗 我们什么都不做 只是与酸性水来治疗病人 我们开始治疗呢 连今天在内已经是第二个礼拜了 可是完全看不到长龙的情况 只有渗出体液 勃勃破盖在患部的上面 它的新生肉成长的速度相当的快 好厉害 采访这个医院的 我们听到了一个很难以相信的消息 病患喝了自来水电解分离以后 产生的碱性水 本来应该是臭味的大便 喝了碱性水以后 大便就失去臭味了 我们进入行动不便 长期卧病 使用止尿片病人病房 完全闻不到大小便的臭味 喝了碱性水以后 痊愈的速度变快 许多本来无法下床的病人 很多人已经可以自己坐上轮椅 由于效果实在太显著 现在连医院里的护士 都从医院装碱性水带回家饮用 这个消息使得我们想转而了解 碱性水的效应 于是又开车回到上次访问的医院 泡牛奶给婴儿喝的时候 我们是使用主备的碱性水 平时医院职员喝的水 跟泡茶用的水呢 都是用电解碱性水的 听说喝了碱性水不会感冒 是真的吗 是啊 大家喝了碱性水 身体都非常的健康 这家医院在七年前 就已经装设了供应病人 与职员自由饮用碱性水的饮水机 非常不可思议的 西医界工人难以治愈的 肝硬化与糖尿病 也有人因为饮用碱性水而治愈了 肝脏不好的时候呢 好像体内在燃烧一样 连喝水都会痛苦 处于什么都不能喝的状态 结果现在好了 最初的时候呢 健康检查数据很高 情况相当的糟 但是喝了水以后就渐渐压低了 刚开始说啊 我真的不敢相信喝水能够治疗糖尿病啊 结果呢 想不到真的会治好 大概我喝了14年吧 目前我的糖尿病已经完全治好了 这些人的体内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试着去请教一位宣扬水的功效的医生 营用碱性电解水以后呢 我想你们也看过了 很多病人的大便呢 变得没有什么臭味了 这是因为呢 大便里的溶解氢 阿姆尼亚 组织胺等等 有毒物质大量减少 因为呢 人类体内负责解毒功能的肝脏健康了 所以全身的机能和内脏等器官的功能都随之改善 这是我们可以确定 因此呢 包括高血压 胃溃痒 十二指肠溃痒等等 各种疾病呢 都会有所改善的呀 真的是效果惊人 据前去采访的松本摄影师说呢 当初摄影的香港脚病患两个星期就治好了 起机身受伤的人三个星期就痊愈了 电解水的功效的确近乎神奇 因为毕竟用的是酸性水 本来担心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 但是采访小组在事后也做了实验 发现强酸性的水在接触土壤以后 就要还原成普通的水 算是可以放心了 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报道三回了 说真的 这个电解水这么不可思议 连负责报道的我们也受到相当的震撼 糖尿病病情严重之后 有的时候会因为血液循环不良 导致脚部水肿坏死 最后产生坏剧 今晚我们要为您介绍一个病例 一位被医生宣告必须坠掉脚筋的病患 一位接受电解分离以后产生的强酸血的治疗 已经康复能够行走了 严重的糖尿病会引起足部腐烂变成坏剧 有位必须切除脚部的患者 因为每天用强酸性的水浸泡患不良次 一天喝下五公升左右的解性电解水 四个月以后腐烂的脚已经这么健康了 今年58岁的伊藤明博先生 在今日新闻节目中得知这个消息以后 从别的医院转转到这里 位于神护士郊外的协和医院来了 原本说要从哪个部位开始切除 当初入院的时候说是要从这开始 差不多是这里吧 发黑的部位呢 完全因为血液循环不畅通 导致阻止坏死 好严重的病状 看了令人会忍不住发毛 糖尿病实在太可怕了 真是没有办法 伊藤先生的脚穿鞋子摩擦破皮而造成化弄 在别的医院用了血管扩张剂 抗生素点滴消毒药等 用尽各种所有的方法 但是病情还是一直恶化 最后接获医生宣告要切除进步以下的部位 河村院长是怎么处理这个病例的呢 他只是切除组织坏死 已经没有办法挽回的脚趾头 两个星期以后 我们再去医院拜访伊藤先生 原本必须要从进步拒掉的 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但是最后呢只切断了脚趾部分 看他这样清理感觉应该很痛 可是伊藤先生本人倒不觉得怎么样 没问题啊你看看已经焦肿了 但是坏色的部分切掉之后呢 腥肉再长出来的话 就可以不必再切除 开始移植皮肤了 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伊藤先生除了以胰岛素来调整血糖值以外 完全不用药物 每天只灌五公升左右 市民也买得到的家庭用电解离子饮水机的碱性水 来治疗体内受创的血管 现在比较没有那种无力感了吧 嗯是啊 脚的治疗方面 伊藤先生每天上下午课浸泡15分钟酸性水 这种水不同于家庭电解饮水机的弱酸水 是酸碱汁达2.5的特殊强酸水 今年我们再度走访协和医院 发现了令人吃惊的事情 大家好啊 他已经好很多了 是啊 你们看 愈合得很漂亮吧 真的很漂亮 跟当初来看的时候差多了 一点也想象不出当初的样子 是啊 大家都这么说啊 难怪 你看看 脚直头也冒出来了 直头啊 伊藤先生已经康复到能够跟大家开玩笑的地步了 我什么药都没有图 真的 他就自己长皮了 可是我记得何村院长曾经说要移治皮肤啊 我什么都没做啊 这层皮是自己长出来的 还自动愈合了 连主治大夫都吓了一大跳 竟然有这种事情啊 除了前面的指头切除 骨头长不出来 其他的该长的都长了 每天泡两次水 就能够使皮肉完好如初地长出来 由于这件事太难令人置信 所以我们请医生让我们看看其他的病患 像这样子处理糖尿病以后留下的大伤口 只要每天喝下大量碱性电解水 把伤口浸泡在特殊的强酸性水里面 新的皮肉就会长出来 自然愈合 短短四个月时间 伤口就康复了 从脚后跟到这里 细菌循着血管扩散 感染的部分就扩到了 伊藤先生的小腿肚 因为血液循环不良而并发发炎了 但是伊藤先生还是非常明朗 皮长出来以后就快了 整天没有事情做就是观察嘛 看看情况越来越好 我倒挺快乐的 心里想啊 快好了快好了 就是这个样子 只靠喝水泡水这样的治疗就能够痊愈 这对我们专攻皮肤科的人来说呢 是一大震惊 会于奇遇县的北里研究所 医学中心医院的影山皮肤科部长 在五月中旬专程赶来神户探查 我们是使用血管扩张剂 以及肉压咸成促进剂等等 各种药物来治疗 但是认为治疗效果不张 这样的患者却非常的多 我想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检讨 不只要用酸性水 也应该使用碱性水双管齐下 这是我们回去后将检讨的医疗方法 伊藤先生已经在七月二号出院了 出院以后该在家中静养 伤口变得漂亮了 这边呢已经全部都愈合了 还有这边蔓延的部分也正在渐渐的萎缩中 哦 真的 把绷带拿过来 留下自己的脚比较好吧 能够留啊 那当然是留比较好了 只有一条腿走路就像鬼一样 能够靠自己的脚来走路 那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虽然我也曾经听说 英国有很好的意志 但是还是比不上自己的脚啊 靠水来治疗就能够康复 真是令人吃惊 伊藤先生得到这个激励 将碱性电解水引用量 从每天六公升增加到八公升 现在再也不必注射控制血糖质的胰岛素了 在伊藤素注射单位最初是从二十四单位开始的 现在已经完全都不用了 哦 结果呢 血糖值也持续维持在一百到一百亿之间啊 现在我已经有两个礼拜没有吃药了 哦 完全没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伊藤先生 你走得真快啊 是啊 现在不必靠拐账了 现在我可以自己走了 可是不会痛吗 不会痛 不会痛 感觉蛮爽快的 这也算是脱水之福吧 是啊 都是水的功劳啊 谢谢你们 太了不起了 是啊 看到水竟然能把医生宣布得切除的脚 治疗到能够走路 真叫人惊讶 《心意之水》特别节目第二集 上个星期我们介绍了以小孩子为对象的 异味性皮炎治疗的现况 播出以后引起了广大的回响 今天特别节目我要报道治疗成人的情形 最近得到异味性皮炎的人 有成人多过孩疼的趋势 对于这些成人水治疗也有极大的效果 这是追踪观察一年之后的报道 请各位收看 是不是很咬黑啊 晚上睡不着是吧 晚上睡不着是吧 这是没错 太严重了 每个一小时就会醒过来 这样很难过吧 异味性皮炎意味着得跟无法忍受的巨氧战斗 高桥建石从幼童时代就被异味性皮炎所苦 最近病情突然恶化 因而来到奇遇县北本市的北里研究所医学中心医院住院治疗 请进 老伯安 你就是高桥建石吧 是 今天人觉得怎么办呢 异味性皮炎更严重了 异味性皮炎严重 全身都可以痒 全身都痒 可以脱下来看一下 这情况很糟 你一定感到很痒 异味性皮炎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幼童才会患的病 可是最近得到异味性皮炎的成人贬多 形成了三分之二的患者都是成人 这个令人惊异的数字 然而成人的症状更严重 而且更明显 这一张呢 是他三岁时候的照片 那个时候啊 他的双颊跟手的皮肤比较弱的地方都会出湿疹 所以变得得固定去看医生 治疗异味性皮炎的方法 就是使用护身皮质荷尔蒙 也就是肋骨唇 有一段时间啊 几乎完全都好了 那是刚用肋骨唇的时候 可是好了以后不服 这一次就变得更严重 不断地发生 高桥健食因为担心不作用 而在一个星期以前 为询问医生意见 就自己停止用药 这个举动导致遭氧加剧 症状更加严重 现在在归山医师的建议下 决定采用三点性水来同时治疗 严重发炎的地方 利用这个为了医疗用途而开发的酸性水生虫剂 使用酸碱度2.5的强酸性水来治疗 不会痛吧 不会 不会痛 那么从今天起每天喝三公升 如果可以的话 喝五公升更好 另外一个方法 是引用这种普通家庭 就购买得起的生虫剂的碱性水 从身体内部来治疗异味性体炎 高桥剑石一心想早日治愈自己的病 一天之内就喝下五公升的水 在医院良好的环境中 高桥剑石的病情 有了令人惊奇的改善 很好 进步得很快 最显著的改变 你看看 就是全身的红斑都不见了 连我这个做医生的都很意外 开始水治疗以后第二十天 更惊奇的事情发生了 进步得太多了 就是啊 皮肤比以前漂亮多了 是啊是啊是啊 已经没有再出现进断症状了吧 是 已经没有了 好 像我皮肤这么快的病人很少见 其他的病患都让得要给我钱 告诉他们快速恢复的逆诀 好 哈哈哈哈 不止医师 连护士们也为他的恢复速度之快 而大感惊讶 不用说高桥剑石 当然是欢天喜地的福怨了 住在京都的靖童先生 患有异味性体炎已经三十年 使用类骨唇长达三十年之久 这件事说出来 恐怕没有人会相信吧 九个月之前 他的腹部周围曾经这么严重 在持之以恒 引用电解 简离水和汗药方之后 皮肤也变得这么漂亮了 还有曾经肿得像大象一样的手 简直是判若两人 异味性皮炎时代的脚 肿得像灌水气球 现在则跟普通人一样 救病复发 我想这应该是不太可能了吧 被异味性皮炎而痛苦的人 如果能够学我这么做 应该是有力无弊的吧 皮肤转黑 发生色素沉淀状况的高桥先生 为了能够早日恢复 他除了持续饮用碱性离子水之外 还购买这个可以治疗花炎现象的家庭用 强酸性水生成器 一心一意地养定 然后皮肤的颜色 的确也是一点一点地在改善 痒的程度跟用药的时候比起来 有多大的差别呢 这个 跟使用内部醇的时期比起来 比较 比较不痒了 高桥非常高兴 最近已经没有再受到 别人泡起的影光了 就连已经30年 重者病疫的严重病患 都可以用这个水 除去湿疹也红癌这些病毒的情况 是啊 可是有一件事情 仅长时间使用内部醇的人要注意一下 千万不要断然地停掉内部醇的使用 还有啊 改采水治疗以后啊 将会速度发生药物的禁断症状 只要持之以恒 持续半年的时间呢 就可以度过禁断期 骚氧的感觉也会减轻 皮肤的情况呢 也会得到改善 在采用水治疗之前呢 请务必接受专门医师的斩断治疗 对 今天我们所介绍的医院 是位于奇遇县 北本市内的北里研究所 北里医学中心医院 北里医院